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妈咪说我幻想了巧喘 她要帮她准备巧喘认对计划 巧喘认对计划是什么儿的 所有巧喘病患者都应该由医生以及她 或者家人制定一个哮喘应对计划 以备在哮喘病情恶化、病症加剧 或者最高流速计度数降低的时候使用 而哮喘应对计划是包括以下的两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医生应该写明 患者每天所需要使用的预防性药物 或者吸入的类估讯的分量 这个分量是可以能够保证患者每天都使用 以预防、哮喘、发作的 第二个部分,就是当患者病情恶化 或者最高流速计度数降低的时候 患者每一次使用的药物 第一步骤就是使用吸入或者口服的气管书章剂 第二个步骤,如果病情还是未曾控制的话 就要增加吸入的类估讯的剂量 第三个步骤,有时医生会给一些口服的类估讯 这些通常是一个短期3至5日的分量 第四个步骤,如果以上的都不能够控制哮喘的病情 或者令到最高流速计度数回升的话 那么患者就一定要去看医生 或者甚至去医院那里寻求帮助 哮喘应对计划是由医生和患者 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制定的 所以未必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哮喘应对计划只不过针对紧急的病情 患者仍然要持续控制和监察他们的病 所以需要持续使用预防药物和复诊 并且使用哮喘控制指数 或者最高流速计来持续监察哮喘病 以至达到控制病情的最佳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